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主播大雄 有句俗话叫不作不死 哈马斯作死后已被乙军揍得没脾气了 而伊朗系的其他小兄弟却还要向哈马斯学习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当地时间1月28日 美国中央司令部证实 一架无人机袭击了美军在约旦东北部 靠近叙利亚边境的一个基地 共造成三名美军士兵死亡 没有25人受伤 这是本轮哈尔战争以来 首次有美军士兵在中东地区被袭击丧生 约旦通缉大臣 简发人穆拜丁城针对约旦 碎利亚边境附近美军的袭击 并非发生在约旦境内 此次袭击针对的是碎利亚境内的塔夫军事基地 另据美方官员透露 此次袭击中 至少有34名美军人员 正在接受创伤性的脑损伤的评估 受伤人数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加 据说部分受伤的美军已从基地撤离 接受进一步的治疗 稍有思维的人都知道 招惹美军意味着什么 苏莱曼尼之死就是前车之间 然而就是有人不长记性 事件发生后 美国国防部部长奥斯丁当即发声明说 美军将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做出回应 美国总统拜登当天也发了声明 他说 美方仍在搜集与这起袭击相关的信息 这是由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 发动了一次袭击 美方将择击以自己的方式追究发动袭击者的责任 他再次承诺 将继续打击恐怖主义 直到彻底的消灭恐怖分子 1月28日 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战斗还在继续 已军宣布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的战斗中 由消灭数十名哈马斯并缴获大量的武器 摧毁哈马斯的地道 被包围在哈尤尼斯的哈马斯逃离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乙方还通知了埃及政府 称很快将在拉法什附近的加沙南部和费城走廊沿线 发起新的军事行动 这意味着将对哈马斯关门打狗 一个也不放过 埃及多次表示这会影响双方关系 不过并没有看到乙军停止和为哈马斯的意思 除恶误尽是正确的 就在乙军对哈马斯实施打击的时候 很多加沙巴勒斯坦人在汉尤尼斯高喊哈马斯下台 民意正在从哈马斯一方远离 哈马斯统治加沙这么多年 没有给加沙普通人带来和平和发展 却带来无尽的灾难 也难怪越来越多的加沙人会醒来 哈马斯在遭受军事打击同时 经济上也持续的遭受重创 海外捐款渠道被西方切断 哈马斯个人和尸体不断的被制裁 现在连最大金主的资金来源也被暂停了 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最近很火 这个成立于1948年的国际机构 因为和哈马斯的深度融合 已被九个国家停止了援助 赶紧毁假以后没机会了 凉的机会倒是不缺 1月27日 以色列向联合国和近东救济工程处 提供了其员工涉嫌参与 10月7日大读查的证据 面对确凿证据 近东救济工程处似乎无力反驳 其负责人菲利普拉扎里尼表示 任何参与恐怖行为的 近东救济工程处员工 都将被追究责任 包括通过刑事起诉 显然 近东救济工程处已经承认 员工参与了哈马斯 10月7日针对以色列公民 及外国游客的屠杀行动 据说 已有12个参与者 被近东救济工程处开除 联合国秘书长古德雷斯成 在12名涉案人员中 有9人已被处决 其中一人确认死亡 另外两人的身份正在澄清中 此说有待确认 有图片显示 在联合国的车辆上 出现了头戴头巾的武装人员 显然 联合国的这个机构 已经被哈马斯深度收买或招安了 过去76年前 联合国多个机构 在加沙开展难民业务 开展的结果是 加沙难民越来越多 且一直难以摆脱战乱 让人费解 哈马斯的屠杀行为 间接的捅出了很多脏事 也让人们找到了 中东难民越来越多的原因 以色列外交部长 卡茨已提出要求 敦促联合国 对近东救济工程处领导层 立即采取个人行动 目前先后宣布 停止拨款援助的 已有9个国家 他们分别是 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意大利、荷兰、瑞士和芬兰 有分析人认为 除卡塔尔外 大部分相关的国家 都将采取同样的行动 切断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 主要资金来源 迫使该机构停止工作 公开报道显示 联合国近东工程处的主要资金来源 是西方国家 卡塔尔提供的资金很少 在2023年度 卡塔尔仅承诺提供800万美元 远远不如美国等国 在2023年 美国承诺提供2.23亿美元 加拿大承诺提供7680万美元 欧盟承诺提供8950万美元 德国承诺提供1.273亿美元 日本承诺提供4010万美元 瑞典承诺提供4000万美元 浓威承诺提供2940万美元 荷兰承诺提供1900万美元 英国承诺提供1220万美元 澳大利亚承诺提供2000万美元 英国承诺提供1220万美元 比利时承诺提供1100万美元 别可以说是西方在花钱养着加杀人 及近东救济工程处 包括哈马斯 这事是不是有点荒唐啊 好在西方那些二傻们被打醒了 这些援助停止后 近东救济工程处好日子到头了 他真要凉了 有图片显示 哈马斯的武器跟联合国的工作背包放在一起 双方关系相当亲密 在得知有9个国家停止拨款援助后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哈马斯表示很不满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秘书长谢赫威胁称 这会带来巨大的政治和救济风险 近东救济工程处复的人菲利普 拉扎里尼称 看到该组织预算暂停令人震惊 这威胁到该地区 特别是加杀的人道主义工作 我呼吁冻结资金的国家 重新考虑他们的决定 古德利斯说 我强烈呼吁各国政府不要暂停捐款 至少保证近东救济工程处业务的连续性 哈马斯的新闻机构在媒体上发帖称 我们要求联合国和国际组织不要屈服于以色列的威胁和勒索 当你发现一只蟑螂的时候 也许暗处已经有一堆蟑螂 不管其如何狡辩 颠倒是非 人们应该明白是谁在勒索和威胁人类 1月28日 哈马斯的另一个同门兄弟 政党继续打卡 袭扰以色列北部 不过很快遭到以色列的空袭和抛击 政党正一步步的把自己推向于以色列的全面战争 虽然他口头上称不愿意与以色列爆发全面战争 却实际上没有停止袭击行动 有阿拉伯媒体透露 以色列正处于对珍珠党发起全面战争的最后的准备阶段 目标是摧毁珍珠党越过利塔尼河的进攻能力 推动恢复珍珠党符合联合国安理会第1705号决议 有人估计随着外交斡旋的失败 乙军对珍珠党的全面打击可能会选择在2月份开始 这一估计也有依据乙军已宣布第226散兵旅正在进行严格训练 以提高北部边境的战备状态 第226散兵旅是1460下属的一个重要旅 乙军在训练中多次模拟在人口稠密的地区进行作战 训练涵盖从小班到大营的各种部队 整合坦克步兵 弓兵炮兵等不同的部队 乙军发出的公开视频还说 我们准备好了 留给黎巴嫩珍珠党武装的时间也不多了 接着 美英等国接连打击了胡仔武装 不过被认为打击有点像挠哑一样 没有多少效果 1月27日被国际认可的也门政府总统阿里米公开说 美国和英国对胡塞叛军的防御性打击还不够 他呼吁美国和加沙支持消除胡塞武装 对红海航运发动袭击的能力 连也门总统都呼吁了 美英等国还在等什么 现在正是出手干翻胡塞的好时机 节目最后又到刘左期待的时候了 临近春节 大雄向大家讨要一些打赏 向朋友们寻求一些帮助 虽然说有些讨人险 但也是无奈之举 有时感觉活得像个蝼蚁 但我也很赞同一句话 生如蝼蚁 当存鸿骨之质 命如纸薄 应有不屈之心 若没有躺赢的命 那就站起来奔跑吧 大雄认为 为正义发声 也是向邪恶亮剑 你说呢 2023年感恩与朋友们同行 2024年 期待继续与大家作伴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